HELLO 大家好我是溜云 哈囉大家好我是溜云 我們現在拍攝時間是7月2號 對 我們桌上這個東西就是7月2號直接上市了 沒錯 我們就是搶在第一天 但是發布的話可能是下個禮拜了啦 有人偷懶了 有人都可以就是早上拍 然後下午就剪出來 那現在不行了嗎 這個呢是叫做Breder Papa 那是一個日本的泡芙專賣店 然後他們呢這次有跟全聯合作 變成一個胡鬚爺爺的聯名款 他又稱了泡芙爺爺 感覺是一個很厲害的 對 我光是看他的包裝就覺得非常的療癒 然後他這次呢也有出一些比較特別的形狀 像是這個我們之前就沒有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巨大杯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千層派 千層派這次是有兩個合在一起的 欸我們之前是不是只有一個 兩個 也是兩個喔 那我的錯 然後呢我覺得這次更特別的就是他的價格 都有直接標在他的上面 以前很像也有 以前我不記得有啦 像部分的有 但是這次是比較明顯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價格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進入第一個吧 好那我們第一個呢來吃卡士達大福 這卡士達大福呢交給你好 因為你本身很喜歡吃這種東西 但是我不太喜歡 我最喜歡吃的大福大概就是肯德基的了啦 草莓大福嗎 之類的還有抹茶啊巧克力什麼的 他這個不是紙耶他是塑膠 這比較有質感的那種感覺 欸這個有點透明透明的 我們這樣子直接側面看下去 他的皮真的是透明的耶 他就是有點透光透光這樣子 然後上面灑了一點點白色的粉 欸這蠻好吃的耶 他裡面的味道是屬於 香草冰淇淋 那如果他冰冷凍應該會蠻好吃的 喔對耶 他就是完完全全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那這樣子我們等一下把另一顆拿去冰冷凍 好 這樣應該會很厲害 他的包裝呢一個裡面是有兩入 那兩入的話是五十九塊錢 一個大概三十元左右 欸還不錯跟肯德基差不多 對你要差不多 你要吃吃看嗎 好吧 這款呢就真的是我最沒興趣 然後覺得還是最不好吃的一款 吃得很委屈耶你看 不是我總是要有一種比較吧 喔OK 那我覺得他的口感其實沒有那麼Q耶 他有點像是一咬就會斷的 他只是味道很像香草冰淇淋的一個 不太麻糬的麻糬 已經變成常溫版的麻糬 然後那麻糬又有點沒有彈性啊 就是你一咬下去他就散開了 你完全在講我的話耶 哪有喔 你知道他有講這句話嗎 他有點像是一咬就會斷的 說不定是他們的特色啊 可能又有人喜歡吃啊 好 好那我們下一個呢來吃卡士達的瑞士捲 這看起來呢其實也還蠻好吃的 他這樣一大個呢是九十九塊錢 喔這看起來就比較不太一樣囉 看起來是比較濕潤的 一切下去他就是斷了耶 他沒有再跟你五四三的耶 他根本就不需要用力的拉扯 輕輕的一切他就直接分離 喔 有沒有好吃嗎 嗯 他裡面的卡士達味好香喔 而且還有那個香超值的感覺 整體吃下來他不會讓你覺得很死甜 然後有點在吃那種雞蛋糕的味道 我們以前吃外面有爆漿雞蛋糕 然後裡面會爆卡士達餡 他的外皮就是那個好吃的戚風蛋糕 然後內餡就真的有一點點那個雞蛋的味道對不對 嗯 他不是奶油的味道 我這次覺得這個的雞蛋味比上一個香草味還要重 喔好好吃喔 這吃起來是有點算清爽的 但是呢還有一種那個卡士達的甜味 他不會很甜耶我覺得 而且他的最外層是屬於就是戚風 然後他裡面的卡士達的內餡 比例我覺得很剛好 我認真的覺得他的外層那個蛋糕體 比他的內餡好吃耶 他的蛋糕體有那種 焦焦的雞蛋糕感覺 然後他裡面的內餡就是這樣子 其實他只有包在中間而已 他外層都沒有 都是海綿蛋糕體吧 我剛剛說海綿體 這個99塊你會回購嗎 我會 他很像是我們全部系列裡面 最好吃的戚風蛋糕耶 沒錯 以往吃過所有聯名款 就是他吃起來很濕潤 然後不會讓你覺得好乾這樣子 會不會其實所有聯名的蛋糕體 都是同一家工廠出生的 我是覺得很有可能 這樣是有進步耶 但他的內餡真的太厲害了 我是覺得蛋糕好吃耶 而且他這樣子一大塊 我算一下可以切幾塊 1 2 3 4 5 6 6片的話你可以吃個一天 好吃耶 KK 我要給他平分囉 可以啊 腳上 剛剛那個泡芙咧 餅 餅 餅很爛耶 餅回去會被媽媽打耶 我小時候拿過丁了 太假了吧 字寫太醜了 第三根我們來吃香草卡士達布丁 這個是我也是很期待的喔 他又叫做舒芙蕾布丁了 對 但我想知道他的舒芙蕾到底在哪裡 就是他的最上層啊 最上面這 砰砰的這裡 那不是麵包嗎 不一樣他就是舒芙蕾 然後中間呢還有卡士達 最下面有焦塔 他是有三種層次的 男生呢 阿寬他就是不太懂這種甜點的風味 對啊 舒芙蕾跟那個鬆餅不是長一樣 哇喔 我要切囉 一切下去啊 他上面蓬蓬的 蓬下去之後 他感覺就會爬到那個布丁 嗯 布丁之後呢 他就是有一種液態的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挖完的 因為他的焦糖在最下面 你可以這樣拉一拉啊 不行啦 那是布丁 吃統一布丁大家會拉嗎 不會 我會拉耶 因為統一布丁就是要焦糖 配上上面的布丁這樣轉轉轉 然後合在一起吃三好吃啊 上面的那個舒芙蕾的部分啊 稍微很難 我們之前去食餐廳 挺喜歡吃那個舒芙蕾蛋糕 我沒有啊 我這樣子吃下來啊 我覺得它下面那個布丁的部分 跟它上面那個舒芙蕾 它是完全分開的 跟剛才那個瑞士捲比起來 它真的是乾多了 喔對啊 乾很多 這樣的縫隙比較大耶 所以呢它搭配上那個布丁 我們會覺得 欸很像 有點是兩個 形同末路的感覺 但它的布丁很好吃耶 對它布丁是好吃的 它的布丁是那種 以前古早味 那種手工布丁耶 哈哈 就是我們彰化的那種八寶冰 都會加這種 很焦糖就是 真的是用烤的那種布丁 它就是這種布丁 很好吃的 因為它最下面也有焦糖 對 但是我剛才吃不太到那個焦糖味耶 這樣我覺得它如果是單純布丁 就很棒了 布丁真的好吃啊 上面有的話我就覺得還好 它一個呢是要 59元 我覺得有點貴 你要打分嗎 大概是 1吧 我也是 我會1 但是小朋友看得懂 你在評什麼嗎 加1比丁呢 還是我們用天干地支 大家如果知道天干地支 是哪12支的話 可以在留言區教一下6E 太難了啦 從頭到尾都背不出來 對 就背不起來 可憐 好那下一個呢 卡士達千層來了 啊這個也是我很期待的 我們現在順序約後面 代表是我們 看樣子最好吃的 這個呢 就是卡士達千層 它總共有兩片 它是兩路的 那是多少錢啊 109元 一個大概52塊左右 可憐 千層蛋糕不是就要吃那個千層的那個餅皮嗎 這才是重點嗎 如果你千層蛋糕很融化的話 切下去就沒感覺啦 我覺得蠻好吃的 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奶味真的砰出來 就直接像奶味爆發的樣子 然後它本身呢 就是有點 比較配有嚼勁有QQ的皮 如果再多一點的話 你就是吃不下去 對太甜了我覺得有點膩 那它怎麼吃起來有點沙沙的感覺 很像藕仔的那種口感 沙沙的 如果這個跟那個藕仔的比起來 我還是喜歡吃藕仔的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有點太甜 然後太奶 試酒你會覺得很胃微 我剛剛吃一口我真的沒辦法欸 說真的 就是不太想要再吃第二口 啊我還要再吃一次嘗試一下 這個它一次是給兩個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要吃的話 可能是分批吃 我不太能相信會有人一次把兩個都喝掉 不可能 太甜了 而且我覺得它的一口和一口之間也要稍微等一下 可能要配個無糖的那個茶葉 對所以我今天都準備了 泡一個茶味茶來喝 我今天有準備我的綠茶 我給它的結論呢就是它的那個筆皮好吃 但是真的是太過於甜 如果它真的大概半糖左右的話就可以接受 口感是好的啦 口味我們自己覺得太甜就這樣 好自己要打分數啊 大概丁吧 蛤這個筆那個還慘嗎 就沒辦法再吃第二口啊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假蝦好了 假蝦很高耶 蠻高的啊 假蝦是第二個及格的耶 因為它其實是蠻好吃的 只是必須真的要間隔一下子 最後一個呢就是巨大卡士達杯 耶我最期待的 我剛剛打開的時候一看下去啊 我是直接看到它裡面那個 無底洞的部分都是奶油 無底洞啊 它可能就是類似像酥皮濃湯 可以把它戳進去 然後配那個奶油一起吃 你說沾著吃這樣子 我其實這樣子看下去啊 覺得它很像一種東西 很像我們就是要拜拜 拜拜那個發貴啊 對 然後上面會插一個假玫瑰花那個 不是茶香嗎 可憐 來 先看它這個蛋糕的部分 它這上面就是單純的蛋糕耶 對 這該不會就是戚風蛋糕吧 你說我都說戚風蛋糕 人家說它是湯種 湯種蛋糕跟戚風蛋糕是差在哪裡 可憐 但是我覺得它這樣子 它外面的蛋糕體的部分有點太多 欸它好過分喔 那個棒也太小了吧 我剛才就是在說這個 這要怎麼挖什麼 我都還沒有吃到內餡啊 欸這樣不行啊 它那個洞 雖然看上去很多都是奶油 沒錯 但是你一挖起來 你就會看到它那個洞 其實一小就剛好那條而已 對我以為它會整個花瓣都掀開之後 下面就是 我以為它是長這樣的 對 沒想到它是長這樣的 跟我們講到什麼不太一樣耶 我這樣吃到來都還沒吃到啦 欸它這個麵包跟我們剛吃那個布丁上面那個有點像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吃的蛋糕體來說啊 就是那個瑞士捲是最好吃的 對沒錯 因為這樣它跟布丁一樣都是縫隙大大的然後乾乾的這樣子 欸我幫你挖出那個 它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你說那根管嗎 對 那根管 欸它這個要89塊 89塊買一個很像 只有一點點內餡的蛋糕 好像不太行耶 不行啦我們一定要先吃吃看它的內餡 這個要評分 通常它這種聯名的內餡不是同一種內餡嗎 只是它把形狀做得不一樣 它內餡很好吃耶 難怪它只給我一點點 還是它的內餡太珍貴了 哇好冰喔 它的內餡一點都不十年 就是跟那個剛才瑞士捲一樣 比較清爽的 然後吃多了也不會覺得很膩的那種味道 欸真的欸 如果你配內餡吃的話會好吃 但是 如果你這樣像我們剛剛一挖下去 第一個印象真的覺得它麵包太多 就是感覺我是在吃拜拜的那個麵包 你們可以先放到冷藏冰一下喔 再來吃 我覺得它那個冰的內餡超好吃的 它有了內餡呢直接攪上 但是它沒有內餡呢大概是 對 而且它的內餡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瑞士捲是讓我最驚艷的 然後這個的話 外皮的部分也讓我滿驚艷的 其實還那麼多耶 然後內餡那麼少 你是換個方式講你 你就是說料很少就是料很少 結果你把它反過來講好像一個優點 對 說它的藝術耶 要單純大家統整一下嗎 可以啊好久沒統整喔 我們首先第一個吃的是大福 大福的話它的皮透明的 它的口感是沒有到那麼Q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有人喜歡 但是我自己本身喜歡那種皮厚厚的 餓起來會尿尿尿的那種感覺 比喃尿尿尿 吃著王在吃蟲那個 哈克那麽塔塔 黏黏的但是還不錯 反正就是那個形容給大家 然後大家如果自己有喜歡這種透明 然後比較好咬的泡福的話 你們可以去吃大福啦 那第二樣就是瑞士捲 瑞士捲就是假上也不用周說 我們剛剛做了很多了 對 就是非常的推薦 還不錯吃 大家可以買一個回家放 然後偶爾吃一下子 會覺得是有種小趣的性感 你可以當早餐 你可以當下午 也可以當下午茶 然後也可以當宵夜 你到底想說什麼 這五個裡面算最好吃的一種 對 因為它的甜度不會太甜 對 老少嫌疑 下一個是蘇芙蕾布丁 我覺得布丁很好吃 然後蘇芙蕾的話就是有點乾 它那個價錢好像是一個六十塊左右 五十九啦 對 所以我覺得我是不會再買 我也不會再買 有點貴 我寧願去買同一個布丁 一大顆 下一個呢就是千層蛋糕 千層蛋糕我就覺得 也不會再去買 因為它太甜了 千層蛋糕大家真的不要聽它的 因為它是連LadyM都鹹的人 我沒有說鹹 我只是不懂它為什麼那麼貴 可憐 我覺得它的千層蛋糕呢就是 你真的要慢慢吃 因為你這樣子一直吃一直吃 你真的會覺得 呃 應該會吐出來 就是像廣告那個啊 嗯 餵食到逆流啊那個 飯好吃甜食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你可能要吃一口 然後配一口茶 然後看一下書 然後再吃 如果呢你是想求那種儀式感啊 然後喜歡慢慢吃的話 我是還蠻推薦的 但是是有點甜 大家真的要配無糖的茶 如果你在配奶茶 喔 開呀開呀 呵呵呵 但它這樣子平均下來一片是60塊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最後一個呢就是這個 這個名字聽起來真的是非常療癒 它叫做巨大卡士達杯 而且它第一次出這樣子的樣子 喔 對 以前都沒有出這種好貴的形狀的 但是它那個內餡說真的很好吃 對 如果你真的吃到內餡的那一部分 喔 好吃上天堂 如果你跟你朋友要吃這個的話 大家不要吵架 要搶那個內餡來吃 不是 如果你跟你朋友吃 你就先把內餡吃掉 反正你朋友沒吃過 直接先挖到最後一半 就是喔我先吃 然後把中間那個挖一口起來 剛好一口的量 對 它只會覺得說 這就太貴啊 這怎麼差 說不知好吃的地方被你吃掉了 好啦 說我聽也是我們挖的問題啦 好 今天就是我們來開箱卡士達新品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去買啊 吃到什麼好吃的 再跟我們推薦一下 或者是你吃到哪一個 你覺得 欸 還不錯 還是有跟我們不一樣的看法 都可以跟我們說 也可以看一下大家 喜不喜歡我們這種 夾上啊 椅啊 餅這種評分方式啦 對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就按個訂閱 我們後天再見 掰掰 最喜歡的影片